央行重手打房 首当其冲的是炒房的投资客 还有换屋族 而针对于首购族而言 反而是友善的 房市有望降温吗 时间交给韵涵 好了 佩颖 这一回这央行打炒房 这力道比预期的还要重了一些 好 在网络上就有一些网红开始哀嚎了 她说她7月才买这预售屋 难道现在要直接掰了吗 以她的例子为例来讲 这一波新的打炒房政策 就要看她新买的这一户 究竟她名下还有没有其他房产 如果有的话 那么新买的这一户 恐怕就没有宽限期了 而且如果是她买的第二户的话 那么她的购物贷款成数 也会从六成降到五成 全国扩大实施影响蛮大的 好 其实这一次打炒房政策 严格说起来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 这房地产的灰犀牛 怎么说呢 不是针对所有的首购族 来做限制 反而是针对你有房产的 首购族影响比较多 那么刚刚佩颖怎么会说 这首购族来讲 反而是相对友善的呢 因为你要看 如果你名下并没有房产 而且你是首购族的话 这一回的政策 其实不太受影响 反而其实央行 也有呼吁贷款的部分 可以多给这些族群 另外你是都根为老 或是企业投资相关的 新建厂房做商业使用的话 这一波其实影响也是相对小的 好 大家最关注的是右下角 那房价到底有没有机会 再去下跌呢 的确现在有人是说 如果是周转不灵 杠杆开太大的投资客 如果真的把持不住自己的房产 有可能会低价释出 也就是说值得关注的是 这房价部分还要持续做观望 好 对于刚刚余涵提到说 是有房产的手带族 现在真的是心惊惊 更有人直言 这房仲部分恐怕也会受到冲击 他们的职业可能现在 因为受限于这投资客减少的关系 相关业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当然其实在购屋族的部分 现在最害怕的是三种人 就是换屋族 多屋族跟小建商 毕竟在资金运用上 比较不能够这么的运转 那么你看到举几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是一千万的这房产来看的话 现在你名下有房 又买了这一间新的屋子的话 失去宽限期 月环的金额可能会从1.83万 直接暴增到了3.8万超过两倍 好 现在就有人说 难道接下来的相关的纠纷 会大大增加吗 杨金融是针对这件事情 他其实也有做回应 他说你去看其实这一次打房 其实关于的是自然人 名下有房产者 是主要的这样的针对目标 而且是认房不认带 也就是说看你名下 到底有多少房产 来决定你接下来要负担的成本 跟资金部分 当然他也承认可能会波及一些人 但是他就说 这政策不可能是完美的 Just do it 就是看看接下来 万一新的这个众手打房政策 热热教训到的投资客 也波及到了其他的无辜受灾群的话 那么他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相关的调整 以上是这节关房产的相关推播 再把时间还给佩莹 家总起来对我们的一个压力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 应该是不输一到六次的加总 央行总裁杨金龙直言 这次里监市会是压力最大的一次 因为除了如同外界预期利率维持连两栋 同时再调升存准率一码 多了0.25个百分点 最令人惊讶的是 祭出史上最重打炒房措施 选择信息的管制 必须要做比较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必须要做一些的比较 比较比较严肃的一个措施 来对市场 我们要释放出那个讯息 其中最攸关民众的 只要名下有房产的购物者 通通都要取消宽限期 也就是说首购族将重新被定义 长辈赠予房屋的有房族 都会受到搏击 过去在名下有房 跟没有贷款的这个部分的族群 很容易会被定义成首购 可是以现在来说的话 央行透过所谓的财产清测 调查出这个个案本身有房产的话 它就不属于首购族 不只如此 自然人第二户贷款陈述 也下调至五成 且扩大至全国 至于公司法人购置住宅贷款 及第三户以上购物贷款 最高陈述 也从四成降到三成 他的名下都有房子 但是他都没有生贷 那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 他继承 或是说他以前买了很多房子 他都已经缴清了 央行总裁杨金龙也说 因为看到房市涨幅很大 不得不谨慎 从2021年开始 这已经是第七波房市管制措施 也被视为是史上最严格 影响史上最广泛 东森财新的组报导 后面这边18楼 等了四年房子终于盖好 八月底要开始宴屋 石先生每次路过都会停下脚步 看看自己未来的房子 眼看九月要交屋 他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农会刚通知他 说好的980万贷款不给贷了 农会是多久以前 大概三四个月前 结果现在说中央的命令 他们现在不能贷给我了 不是申请 因为我是三四年前就已经买了 存了好几年 才有一笔存款可以买房 石先生是首购族 买的预售屋 他给我们看先前已经先付 签约金 开工款 工程款 总共性三百万 九月得交屋 付给建商为款980万 为了这笔为款 他早跟农会说好九月要拨款 现在农会拒绝 他担心恐怕面临断头 房子也没了 我的头期款两三百万就没有 就变断头 对 要买一间房子 就已经很辛苦了 为什么政府还要这样子对我们 电商也是叫我们尽快去找银行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银行 石先生是疫情期间买房 这段期间全台存住宅用 核准建造户数有51万多户 现在刚好都要交屋 超大量体的交屋潮 碰上央行控管不动产贷款总量 首当其冲 银行采取的措施都是排队拨款 暂停房贷收件 降低可贷款陈述 调升贷款利率 当然农与会是不受这样子的条款限制 在这个部分也趋向保守 积极的向其他的银行 或者是受险业者 来了解是否可以乘坐贷款 银行对房市缩银根 石先生坦诚因为自己是开饮料店 在银行农会的眼中没有心转 条件上本来就比较不好 现在成了现代令的受载户 他忧心房子即将到手 恐怕会没了 根本睡不着觉 希望政府大房能有配套 别让辛苦人想要有一间房 最后梦碎 东森新闻林晨海的这边 在高耸报道 悄悄打打高耸住宅一栋一栋盖 光2020年到2022年 纯住宅用核准建造户数 就高达51.1万户 以供期三到五年推算 今年就会开始出现交屋潮 如今强碰现代令 重灾区可能就在台中 摊开数据来看 核发建造数字当中 台中9.9万户是全台第一多 其次新北桃园也都破7万户 银行房贷满水位 民众想要贷款买房越来越难 也因为这样房贷求贷无门的申诉案件 进行在金管会 已经暴涨成为申诉最多的案件类型 购物族申请房贷闹钱荒 金管会也紧急对各银行发出问卷 提出五大问题 询问现代令的状况 还有针对房贷审核条件 总量控管额度等等 现在也传出金管会不排除 会和央行开会寻求共识 房市场上的一个展望 因为其实最后贷款的部分的话 除了就是说在政策上的一些配合上 然后他们自己对他们的 信用资源的配置上 这个都是会影响到他们贷款的 一个承作的一个量的部分 不只银行乱成一团 央行这次出手也让民众心驾驾 就是因为首购族在银行法里 并没有排除新庆安 再加上已经上车买房的人 以1500万房贷金额来算 如果贷款迟迟下不来 每天就得多付3000块违约金给建商 还可能直接被解除契约 围绕都根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次的这个现代令 基本上是对于整个不动产的 这个产业是冲击是非常大 而且是非常直接的 央行施压现代令 也惊动财政部 金管会 政院出面调查 只能部会不同调 政府一套政策搞得全国乱七八糟 东森财业新闻中午军王安平台报报道 担心房市过热 原来江湖关于现代令的传闻 都是真的 现在证实央行这几天 陆续找来34家银行喝咖啡 要求从严核贷 我们诞议说 第四半担背 我们就说最直接的冲击就是 房贷你得等更久才合得下来 等大的时间 你要付出多少成本 还有 如果你背到了这个房贷 调高利率2%变3% 你扛不扛得起 今天一开始 我们请旺者带我们来看到 会不会现代令 还没有让过热的房市降温 先害惨的这些首购族呢 最近我身旁很多朋友问我说 旺者我现在到底能不能买房子 因为怕被现代令所影响 他们现在也在观望当中 那现在问题回来了 现在这个现代令 坦白讲 央行现在已经证实了 已经找了34家的银行高层 怎么样 聊一下 说你们这个9月份要提出一个 不动产放款的控管计划 这个计划大家就说 那你之前是不是讲说 这计划到底真的假的吗 这是看起来 央行是完真的 因为这个换句话说 叫做银行称为 叫做房贷的降温计划 为什么我刚刚说是完真的 因为你9月提完计划之后 你还要怎么样 再去跟这个杨金龙 再喝一次咖啡 他要了解你的计划内容 到底可不可行 所以这是大家看起来 好像不是打假球的概念 那看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坦白讲就是要怎么样 希望说这个信用的资源 不要都在房地产 或者不动产身上 他们希望能够放宽 放宽下去 因为像看起来 如果现代令紧缩之下的话 很多手购族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这个消息 也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 就是前两天 路透社 连外媒都已经关注到 这消息 只他讯息有点错误 因为他那时候还说20家 那现在央行出来 证实了没有20家 是34家 所以你就看出来 央行这一把 真的是完真的 那大家看 8月底 其实我们看 银行的不动产的贷款 占了总放款比例 已经来到了37.4 这个37.4 这是24年来的次高 你就知道 现在放款的比例有多高 真的不动产的放款比例有多高 那现在大家都说 水位 他希望能够限制水位 因为水库满了 希望大家能够限制水位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我刚回到说 我很多朋友在问说 我现在如果经常买房子 会不会受到现代令的影响 所以大家就会担心 那现在看起来 可能会寄出几项方式 第一个 房贷利率 它拉到到3% 比较小看这3% 这3%利率 我跟你讲 很多人可能就感受到 非常大的压力 那如果这么大压力之下的话 大家买房子的意愿 会不会就受到一些限制了 这个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关于这一题 攸关大家的荷包 我们的好朋友旭兰 房产专家来到这个地方 请你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这个现代令的背后 它意味着什么 今天如果我自住 要买房子的话 我有可能带不下来 第一个 如果你带得下来 你要等更久 而且第三个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利息 你才带得到这一笔钱 这三个变数 压着手购族 这些自住的刚性需求的人 什么样的冲击 你从市场端 你看到了什么 他们该怎么办 央行这杯咖啡 真的很苦 因为不止银行苦 当然我们的手购族 购物族 真的也都很苦 其实这样的风声 我们在7月就有点秀到了 7月的时候 我就有朋友赶快call out跟我求救 他就说他跟公股银行要带新清案 但大家都讲好都知道 新清案就是1.775 那因为他要买的是台北市 就是双北的房子 他当然会超过这1000万的额度 他要多带的部分 原本跟公股银行讲好是大概2.185左右 这样子的地板价格 他也觉得可以接受 当真正要送案进贷款的时候 已经跟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因为那个 所以就讲了一堆理由 就告诉他说 所以你要多带的部分 要2.3 他就想说 当然了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2.3 他就 凶 便宜 可是在当下 跟小资族的这个算盘 是不符合的 他就觉得怎么会多了 后来就开始问问看 有没有其他的资源管道 那时候事实上 农会 渔会 都还有金额水位可以带 而且他事实上 不受到72-2 这个银行法的限制 也就是说 这个水位 是他自己来做调控的 他不会受到这个 不动产的水位的限制 所以 他就往这个渔会 再进一步的来做洽询 但是赤隔到现在 一个月后 8月我们就发现了 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购物族 现在头目的修 为什么 因为带不下来 但他们都没有说 明确不给带 但他说 什么时候可以带得到 不知道 就遥遥无期 一直等 所以当这个排队的 每一天都很煎熬 那当然他们必须要去 寻求其他的管道 那我问你 你现在在等 我现在听说等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延迟交屋的时间 你该搬钱给建商 给卖方的时候 你搬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被罚至纳金 是这样吗 那个会很贵 扣多少钱 我们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中古物市场 中古物市场 是你签约之后 就代数要帮你去 跑后面的流程 那当然是进入 这个对保相关的流程 但是如果你东西没有下来的话 你前期付了签约金 那你是不是这个合约要继续 你如果带不到 你是不是就担心说 那我的定金呢 所以你有可能 这前期的这些定金 你要赔给这些屋主 两成 那是两成的房价 那个如果违约的话 大概是15%左右 那1000万大概也是要150万 如果你没有办法履行你的合约 但对我们也收到非常多的 这些我们的房仲的电头 他们就说怎么办怎么办 现在两方僵持不下 一个觉得说 不是我房子的问题 屋主觉得我们都签约了 你必须要履行 你如果没有履行的话 这是违约 你要赔我签约金 那如果说这个买方带不下 他说不是我的问题 本来都好好的 但是因为银行不带 现在我也没办法 那我想要解约 因为他觉得不是他个人因素 但是房仲就夹在中间 他要双方撮合 然后还要帮你去总集 帮你试试看 非常多不同的银行 那这是中国屋市场 那很多预售屋 即将要交屋的这些 如果他在分户贷款的部分 他没有办法下来 一方面会有 第一 你如果没有办法履行 没有办法交屋 那你就违约金的问题 第二 还有包括你的这些 这个违约的利息的费用 所以它是以万分之二来记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直接的成本 所以对于这些手购族来说 他要么认赔 那认赔就是一百两百 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要么就是另外我就是 好吧牙一咬 我吞了 你是两%三%四% 我认了 可是当然这样的一个金额数字 会不会有一个极大的压力 举例来说 如果你带的是一千万好了 你如果是两%呢 你原本的月角是三万六左右 但你如果一旦跳到四%呢 你会跳到四万二 就活生生的多了一万多 它多了 六千块 应该四万七 四万七一万多 多两%的话是四万七 是 那这样子每个月要多角一万多块 所以你看到这个现代令背后 不是我们讲到这么简单的层次 后面那个是全部都转嫁到了 你要换屋 或者你手购的这些百姓朋友们 旺哲我问你 如果现代令是为了要冷却降温 要打击那些恶意炒作房市的 我们也举双手赞成 问题是 这么热的房市 现代令三个字你压得下来吗 现在感觉不是在惩罚这些炒房者 反正惩罚什么 手购族 现在感觉很多手购族 感觉变得这波打房的一个 这些现代令炒房的一个对象 反正自己要去扛这个责任 这个就很莫名其妙 因为你看央行其实祭出了连环权 他在六月十号的时候 升了这个存准率的一喜一马 那接下来包括说 他第六波的房市管制的时候 他也陷进特定区域 这个六都还加上新竹县市 他这些特定区域 他第二户的房贷 从七成降到六成 而且是五代现行 这个大家就说 你这样弄的话 真的能够打房成功吗 我看目前看起来 没有啊 房价也没有跌 然后甚至整个 领航或者放款的集中度 不动产的集中度 还是在不动产身上 所以看出来没有成效 那你这样至于坐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 最后受伤害的是谁 就是我们这些首购族 那房价也不会降 其实房价不会降的东西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游感 外国人游感 之前李多慧 对不对 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说 台湾的房价怎么这么贵 那现在不只李多慧发现了 很多网红也发现了 这个是来自乌克兰的奥利 他在台湾居住了四年 他最近发现 台湾的房子 又小又贵 跟我在乌克兰住的不一样 乌克兰住的这么大一间 而且这么便宜 那为什么台湾的房子 又小又贵呢 他说他真的不会想 买房子在这里 因为投资下去不划算 那我问你 所以现在怎么样 买房子必须看职业吗 除非你是文姬其武的那种 科技新贵 你才有办法 来 投机馆下去 时间到了我就欢喜 贺成交吗 是啊 俊大哥 我跟你讲 现在科技新贵都快买不起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台积电的运用 台积电运用看起来 应该年薪百万 应该是基本的标准 可是你看 现在年薪百万 都不见得买得起房子 网友他是台积电员工 他在网络上发问 我年薪有一百万 可是为什么 竹北的房子我都买不起 想说竹北房子有这么贵吗 真的 现在竹北房子 真的很贵 可能比台北市的某些地区 还要贵 那现在网友就嘲讽 他说没有 因为竹北的房子 你必须要年薪千万 百万不够 你要年薪千万你才买得起 等于是你的主管才买得起 那你主管买得起 在租给你的概念 这网络上当然有很多人来笑 但问题是 现在就面临到个现实 新竹的房价确实是高 每年科技新贵 你像都买不起 甚至有些夫妻 两夫妻加起来 年薪两百多万 他也买不起 他存了16年到现在 也还是买不起 你就知道 现在不只大台北地区 甚至桃园地区 新竹地区 现在整个房地产 你看像这么热络的情况之下 很多科技新贵买不起 那个别说一般的事情小明 很多人每天在新竹工作 如果连科技新贵都买不起的话 这些网友买得起 再来就说 好 那我新竹市买不起 我买到苗栗头粪去可以吗 靠近新竹市去 我可能到竹科上班 半个小时一下要到了 各位观众抱歉 现在头粪的四房 不是两千万 是三千万 头粪 三千万 对 四房 一般的房子已经到三千万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网友说 他跟他直直聊天 他直直原本功课很好 他要读竹科时钟 竹科时钟 其实不输给建宗北域女 那个level是非常高的 那他现在这边的房价 他因为要读医学系 这边房价已经涨到三千万 他因为房价涨得这么高 他干脆更改科系 更改什么系 资工系 我干脆搬到美国去好了 我去找干爹黄仁勋 我去投降到公司 我学资工 那出国不要再回来 不想再读医学系 你就知道 现在连房价都影响到 这些学子的 这些填科系的标准 你就知道房价有多么夸张 所以旭兰 这个是市场端 您也在市场端的观察 所以现在房价是哈到家 现代令一盆水下去 可以让他降温吗 银行收散 其实让很多人都是 非常非常的担心 一方面银行觉得苦哗哗的 为什么 他苦什么 他这么多人要贷款 他如果撒网下去 他其实有很多客户的 但他现在不能做 所谓的期限 或者是到底标准在哪里 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是感觉是供体时间 央行一杯咖啡 就让大家一起要来做这件事 但是到什么时候 大家没有一个标准 那当然啦 我觉得那最苦的还是手购族啦 那些手购族好不容易 被新清安调出来啊 决定我要买房了 但是现在看得到吃不到 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买得到 可能还会被罚钱 所以对于这些手购族来说 真的很辛苦喔 那当然也包括从业的相关人员 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哪一些人没有被打到 就是有钱的人 他只要手边有现金啊 所以换句话说 第一包括手边现金很多的大建商 他不怕 第二 现在如果是买预售屋 三年之后才要付贷款的 也不怕 所以意思是说呢 这整体的交易量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而有修正 大家都跑去买预售屋了 所以会修正吗 我是打个问号 因为当你的预售屋还减在那里 买器跟价格都减在那里的时候 你要期待大家房价下修 恐怕不太容易 房市过热 原来江湖的传闻都是真的 现代令 央行出手了 早来34家银行喝咖啡 要求从严核待 我们大家说一句话 说电影四半天 不过 以前来告诉我们 现代令会不会还没有房市降温 先把手购组给整产了 好 既然跟我回应香哥非常深刻 那时候口译哥也还在我们节目上的时候 我就曾经就这个新清安 其中他的投机性进行争辩 我就说这个产品非常有问题 非常危险 结果如今这个泡泡 感觉是快要吹破了 为什么各位警讯一 你先看到 现在是谁出手 财政部出手 说什么 说八大关股呢 这个行库啊 还有民意的银行呢 我希望能够了解你的乘坐状况 不过虽然呢 最后他否认 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现代令可能现在就要出现了 最严重的问题在这边嘛 因为现在不管是各大银行 华南易 银张银等等的 第一个 他的新清安贷款陈述已经饱和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银行他的钱不是无限的 你不是说印钞机 在地地把你印出来 不是 他是有一定的上限跟水位的 现在这个水位用到满了 再来连民间的银行 比如说玉山 永丰 安泰 台新 上海等等 台中营也是用到 都全部准备了 你看看拨款的状况 排队正常收件 更多是暂停暂停暂停 如果你要贷可以 我们还有钱 可是调升利率 所以这个对于来申办的 首扣组来讲是相当不利的 居然现在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个你已经申请贷款下来 结果他跟你讲说 すみません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两个月之后 钱才可以给你 因为我们现在水位饱和了 所以贷款成功了 但钱下不来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买房买到一半 买房买到一半的时候 你会干嘛 跟厂商做对保嘛 就对保到一半的时候 竟然有厂商打电话 说不好意思 没办法了 贷款下不来 你房子没法买 所以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嘛 你贷不到样样的冲击 对于房贷户来讲 那个冲击有多大 现在已经有点多头马车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才讲财政部否认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金管会 他的态度很奇怪 他态度说没有啊 我们是金融管理机关 但我没有要你现代令 我甚至要干嘛 他说我要去查 是否有所谓的现代令 如果你银行做现代令的话 我会有意见 再来呢 最近的我们讲审核条件 是不是越来越高 甚至是你把基础利率 我们讲的也往上高 还有到现在的总量管制 以及房贷到底现在 还有多少水位 可以持续去放贷 还有是不是有首购族 跟资金需求者借不到款 各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财政部跟金管会 他们的老大是谁 是赖清德嘛 所以对他们来讲 新清安这个政策 一定要税型 而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但对于央行来讲 他管理的是什么 他管理的是资金水面的问题 所以反而是央行这个时候 跑来去约谈各家业者说 你房贷应该要更严格 你要再保守一点 对不对 甚至我们要控制总量 不能这样子补来补去 最后出现问题 你这样不是多投马车 你要他怎么办 对 他就说状况一 我跟你签约了 那我们也对保了 就对保到一半 我是不是投几款给你 付给你了 我现在唯一期待就是说 剩下来的贷款能够下来 我这个房子就过户了 砍救了 所以我跟你讲说不好意思 你没有贷款 好 那请问一下他投期款怎么办 他得违约啊 那我跟你讲 我的签约金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付出钱来 因为我已经跟你买了 我买了之后 我其中一个 比如说六成七成八成 我是说我要用贷款来付 那我现在不就挂了吗 那再来各位 有一个问题好了 比如说现在他把贷款 原本是八成 八成贷款 他现在跟你限输到六成 那请问一下 你资金要去哪里伸出来 根本伸不出来 所以你看有人说申请房贷 两个之后没下文 而且不只是这样 不拨款之后 你要缴支纳金 你甚至还有可能解约 最后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付了两百万 我付了三百万 结果最后我房子拿不到 我的钱还得赔掉 人财两失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财政部跟金管会 这么紧张 但是央行管不管这些 央行不管 他只管整体的货币政策 跟经济这状况 所以变成是消费者是最倒霉的那一个 所以来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看这张表格 当然有很多是暂停收件 但这地方有相当多是 调升利率 你要贷可以 我有钱 可是利率要从2.1% 2% 3%一直调到3%以上 那回过头的压力 就变成我贷款户了 我扛不扛的 请每一个月多出来的房贷 因为各位你要先理解概念 我们讲事实上贷款 他有所谓的 比如说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比如说如果是0.5的话 他还有另外一个浮动利率 比如说1.685 那加起来 刚好是我们讲的2.185 2.185就是我们讲 现在的楼地板价 他是这种状况 但是你不要误会了 这只是楼地板 今天银行他可以决定说 我今天所谓的放贷 我的起跳率是多少 我就是要卖你2.6 他是一种产品 我的产品就是要卖你2.6 你能怎样 我要卖你2.8 所以比如说像有些人 信用卡记录不好 或者信用记录不良的人 他甚至可以开到多少 他说今天可以开到4%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4%的话多可怕 我们就试算用同一价格 先我们分两块来谈 第一个 贷款八成如果变六成的话 你要多付多少钱 我们刚才算过 一千万房要多付两百万 但是如果今天场景换成 是另外一个 也就是贷款层数没有变 而你利率单单上调的话 你每个月光这个1.5% 我们讲利息就好了 就要多缴六千多块 你想想看 这一码就造成 一千万就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那如果是两千万的房 你等于是每个月 躺着就要多缴一万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都会变成无形的压力 那你想想看 有些人可能心情安 就是我算得紧绷 我五年宽限期 但这时候 如果你的利率 甚至是未来 会再往上调 往上修的话 可能就会成为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到问题的源头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代令 因为房价很热 因为房价一直飙上去 飙到一个什么程度 现在听说有一个风潮就是 我就想说你买不起 我就盖那个 低总价 高单价的房子 越盖越小 越盖越小 你带我们来看看市场的状况 台北市五月的房市交易量多少 房价交易量双涨 较去年四月增加了三成 甚至总交易额度 各位 这个吓死人 增加了五成 幻想是变1.5倍 而且你看 南港区更可怕 就特定区域里面 等于说 因为有些地方台北市没有都根 没有新产品 南港新产品特别多 增加了120% 是全台北市最多的 好 原知 你怎么来看这个现代令 这样描述下来 它对于房市是一个 系统性的骨牌效应 现在就是很两难 因为新鲜安有五年 是只要付利息 是不用付本金 那他们只要一算 说我去买房子 只要我 这五年付的利息钱 最后卖掉 有赚回来的话 那我就去买 所以本来不炒房的人 很多都进来炒了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现代令要去修理 要去打压那些炒房者 我们赞成 双手赞成 可是你同时杀到了 为数更多的首购组 那首购组 现在最惨的是什么 最惨的时候 比如说两年前 那些他们买预售屋的 现在刚好就准备 要开始付 付那个本金的 付那个钱的时候 现在忽然间带不到 那他们怎么办 断头杀出吗 那问题是 他们是真的有 住房需求 他不是炒房组 结果你推了一个政策 你让真正要买房子的人 没有办法买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 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 有很多长辈 他们就是用那个 以房养老的那个 房市方案 房子抵押给银行 每个月就是跟银行借钱 然后付房贷利息 那这些人 他们的负担也变重了 所以造成他们的 很多养老金 都被利息吃掉了 那原则我问你 就是说大家都在说 都是你新清安 吹捧了房价 推高了房价 你在板桥 板桥被形容是 新北的曼哈顿 这个地方 那个预售屋 飙到一个什么程度 居然跟我跟你讲 在我们新板特区 一个新的建案 他现在一瓶已经卖到 120、130了 板桥120、130了 然后离两个捷运站 有一个僵子追重划区 那边房价说 一瓶已经飙到80万 我那天在跟桃园的朋友讲说 我说我们现在 那个板桥的房价 已经飙不得了 他说他桃园 现在一瓶飙到80万 之前他买的时候 一瓶十几万 现在一瓶八十几万 而且现在因为 新清安的关系 因为新清安可以带 好像是一千万 现在北部地区 你已经找不到 一千万以下物件了 一千万就变地板了 地板了 因为他知道说 你最多可以带一千万 他直接一千万起跳 所以这个房价 真的是已经高到 高到一个蛮夸张的地步的 所以现在央行跟财政部 你们不要各做各的 一个调 你应该是召开一个房市会议 把刚刚讲的问题 看看怎么样一次解决 不要再各行其事 我觉得现在政府的做法 还是有点个行其事 大家各做各的 可是实际上这个问题 是很严重的 不是小觑 现在打房看起来 恐怕是失败了 原因就在于说 现在全台的抢房 还是相当的不手软 也我想要注意到了 跟两点非常有关系 第一点那么就是包含说 台股的影响之下 推波助澜 台股在站上了两万点之后 全台的热钱涌现 再加上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新清安政策的 推波助澜 还有助攻之下 现在全台 不管是中古屋 或者是新建案 看起来销量都是非常好 而且整体的这个价格 还有成交的量 还是节节的上升 好 首先带来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数据呢 首先带来看到是 在八月份的时候 六都的建案的买卖 移转动数 首先来看到的话 光是在六都 全台总计就有将近了 两万五千栋 这个年增率是来到了 二十一点五 已经是十四年来了 创下新高 好 跳脱六都来看 那么七都的建案的状况 又是如何呢 已经是快速的完销了 原因就在哪边呢 原因就在于说 包含像是新北市也好 或者是在桃园新竹 甚至是在台中以及台南 这些快销案的数量 都已经高达了是有双位数 尤其是在台中 去年只有四笔 但是今年已经像做火箭一样 一口气来到了二十笔 年增率是有四倍全台居贯 好 这里看到现在有一个现象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了 就是现在的建案 不管是它的价码或者是地段 统统都是抢光光 尤其说过去在民俗月期间 总是低调销售的这些建案来看的话 今年也罕见的在七月 也就是俗称的民俗月 是召开记者会 记者会上说什么 就是要告诉大家 他们的建案已经全部都销售一空了 例如说像是在一些 例如植物园 或者是一些明星学区的部分 尤其说它加速了整体的 这个销量的销售速度 也因此在双北市 现在已经是有19个建案宣布完销 分别台北市是有8件 新北市是有11件 看起来像是不论是地段 位在了蛋白区或者是蛋黄区也好 统统都是扫房不手软 不过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整体房市状况非常好 不过专家也提醒 市场在后续恐怕还是有变数 别人就在于说 现在政府还是积极的来打房 再加上说央行已经寄出了 第六度的房市管制 也就是要限缩第二户的贷款等等 也因此市场后续可能 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提醒民众还是要 审慎的来评估了 好 首先再来看到了 很多人也会担心说 现在青浦的房价 究竟是多少呢 它占上顶点也是多少呢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 可能是四字头 五字头吧 不过要告诉您 现在通通错 专家分析 现在已经占上了七字头了 过去在2016以及2018年期间 在青浦的建案 曾经这成交价已经回跌到了一字头 不过现在专家来告诉您 现在青浦的建案是已经占上了七字头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地点之外 还有它的豪宅市场 统统都有一些发展的空间 因此专家也说当初 勇于进入到青浦市场的这些屋主 现在都已经整个身价随着房价翻倍 家里已经通通多了好几辆的兵士 还有豪车了呢 好 再来看到的是 商办现在也是卖的强强棍 原因就受于在于这个政府 他们现在是打住不打伤 再加上说这些商办版图 随着AI科技的发展之下 通通都是往南来延伸了 像是可以看到的是 在高雄 台中以及台南 商办的建造明显已经有增长了 不过还有个值得注意的关键 那么就是现在商办 其实也跟房子一样 跟住宅一样 通通都有朝小宅化的发展趋势 也因此这些种种加起来看 后续政府要打房 恐怕还是得加点力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资讯 再把时间交换主播 看着自己新房 语气没有期待 只有愤慨 这是因为石先生在三年前 买了人生第二间房 预售屋总价2700万 缴了开工款工程款 共540万 剩下八成向银行贷款 但今年六月中 央行打炒房 把第二户贷款陈述 限缩到六成 导致石先生必须在 极短时间内 筹出另外540万 乘坐对保的窗口 无限的延后 延后到你有可能会 违约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再筹出这些钱 三年前从没想过 会有这插曲 但要是凑不出钱 被断头亏得更多 只好到处签保单 借信贷 利率最高超过6% 对于一般正常的家庭来说 你一个礼拜拿得出 这540万吗 我们是买第二屋 不是买第二十屋 保证到处都是纠纷 离婚 或者是运作上面的问题 甚至是我自己生病 我都不敢去开刀 其实不少预售物买家 都会遇到这样的窘境 几年前签约时 以为能贷到七八成 但交互钱财突然被告知 只能贷六成 那除了找信贷 迂惠 农惠 还有什么其他解套方式吗 小房换大房 重购退税 不但可以拿回房地合一税 也能避免违约 也有人会利用房屋增贷周转 透过现有房产做担保 补足贷款差额 你也是必须要先筹出你的现金部位 先来买到这个房子 你才有办法把旧的房子卖掉 其实做增贷的动作是可以的 但是只是说银行会限定你的使用用途 银行会禁止你去拿第一屋的增贷 去作为购置第二房的一个现金部位去做使用 只是要留意 要是被发现增贷买新房 可是会被追回资金 政府打炒房虽是美意 但没有做好配套措施 连锁效应发酵下 民怨恐怕只会更多 东西文林安静 林荣台北采访报导